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民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董宏受贿案的最新进展 八月二十六日青岛中院公开胜利董宏受贿一案 据法院指控九九年到二零二零年董宏利用职务便利 为单位个人在项目开发工程承拦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 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 总共合计人民币四点六亿余人民币 提及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而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证据 董宏当庭表示认罪毁罪 法院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资料显示董宏出生于一九五三年 毕业于人民大学党史系中共党史专业 他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仕途上有诸多交集 甚至被称为王岐山大管家 以前一度引起外界关注 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六年 王岐山先后担任广东省的副省长 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海南省委书记 北京市市长等 而董宏在这个期间都是以秘书的身份来辅佐王岐山 但是也有分析指出董宏二零零六年就离开王岐山 出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职副部级 早就不在王岐山身边工作了 因此案件是否会波及王岐山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而此前在二零二零年十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董宏接受调查 在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董宏又被开除党籍 根据官方通报 董宏的问题是理想信念坍塌四个信心丧尸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对党不忠诚不老是大搞迷信活动 违规干预插手执记执法活动 无视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 接受宴请接受礼品礼金 纵容默许亲属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牟利 腐花堕落家风败坏收财连财权钱交易等 而同时还说董宏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和生活纪律 香港媒体曾经报道 董宏的妻子也有涉案 他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术团 近年十分活跃 在中国各地表演与商界关系也密切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官员在周四表示 习近平旨在缓解中国不平等现象 推动共同繁荣并不意味着杀富济贫 这是中央财经委员会官员韩文秀 在北京一次简报会上所说的 还特别强调说中国要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 他说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帮助落后的人 但是也应该鼓励努力工作 说不能等待帮助 不能等待他人的依赖 同时也不能祈求帮助 不能支持有手好闲者 最近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对几个行业的打击让投资者愈发感到不安 这些措施的目的部分是遏制生活成本压力 以及收紧反垄断规则和数据保护 韩正说最近监管互联网公司的政策旨在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绝不是针对私营企业或者是外国公司 他特别强调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市场经济 让巨大个人财富得以积累 但是这样的情况也被认为加剧了不平等 特别是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不平等 城市生活高成本也导致了出生率急剧下降 今年中国家庭允许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正式出台 而放缓的经济增长和竞争残酷也促使一些年轻城市人接受一种被称为平躺的消极态度 而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主持会议说合法收入应该受到保护 但是中国应该调整过高收入 还鼓励高收入群体和企业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这样的一方化也引起了对于五十年代共产主义改造的一些痛苦回忆 韩文秀补充表示会通过税收政策鼓励慈善捐赠 改善分配结构又说捐赠不是强制性的 有一些科技行业的重量级人物最近已宣布了重大的慈善捐赠和对救灾工作的支持 比如腾讯本月表示将花费五百亿人民币来促进共同繁荣事业 也有分析者表示企业可能会更多的设立社会责任资金 大企业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加强其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 他们必须要走在监管前面才可以避免麻烦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贸易方面的有关情况 同样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政府表示中国正在与美国就贸易问题保持正常沟通 此前华盛顿和北京在二零二零一月签署了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协议要求中国在两年之内将其对美国出口产品的购买量增加两千亿美元 经济学家表示北京在实现目标方面已经落后 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大流行病 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被问及中美贸易谈判时告诉记者 我们一直强调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创造氛围和条件推动协议实施 又表示双方经贸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文章引述中共中央组织部位不为委员齐嘉宾的话说 截至三万年中共有超过九千五百一十四万名党员 四百八十六万个基层党组织 又说我们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 十八大以来已经有九十多万名不合格的党员被清除出党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文献发布记者会上 他表示十八大以来已经进行了五次集中学习教育 持续开展反腐败斗争 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 结合组织生活会和民主平议党员经常处置不合格党员 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党员一个不留 坚决清除出党 现有九十多万人出党 他还表示我们严格把握党员队伍的入口关 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入党程序非常严格 不仅个人要积极申请 还要接受组织的严格考察 而同时会议上国家监察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王建新还表示 十八大至今上半年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一共立案审查调查超过三百八十八万件案件 总共调查了四百一十七万人 给予了三百八十万人党纪政务处分 又说未来会继续在纪检直济反腐等领域从严治党 而在同场会议上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超则说 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定位建立在错误认知之上 他说世界民主有不同形式 如果有人想把自己国家的制度和民主强迫给他国 最终将导致国际社会分裂和对抗 他还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显示民主制度的成功 美国不懂民主 还说美国应该对于中国持欢迎态度 而不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持排斥态度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病毒溯源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北京驻美国大使馆在周三又发布了一篇评论 美国媒体拒绝发表这一篇评论 其中表示拒绝疫情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说法 理由是科学共识是大源自自然 建议世卫组织进一步调查中国实验室的尝试 已被中国政府拒绝 但是文章表示现在应该调查病毒是否来自美国实验室 世卫组织的高级官员在周三简报会上表示 中国说实验室泄露的假设是没有根据 但是要求卫生机构调查其他国家的研究室 这显然是矛盾的 他说他希望了解中方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声明 而驻华盛顿的大使馆表示 还没有公布的美国报告审查了病毒是来自大自然 还是实验室事故 但是一开始就从错误的前提出发 不存在任何中国实验室制造的病毒 他重申了中国政府毫无根据的主张 就说病毒可能来自美国实验室 并呼吁世卫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展开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 大使馆在网站上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美国自己大门紧闭 再次鼓动在中国进行溯源 试图证明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 鉴于自己在实验室封面记录有问题 美国难道不应该邀请世卫组织和德克里克堡 北卡莱纳州联合进行起源研究吗 北京此前一多次提出美国是病毒源头的阴谋论 但是大使馆的声明是在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情报报告发布之前 明显有所指 该报告部分内容预计在未来几天解密 在新的声明中中国大使馆还表示 已向美国媒体提交了反驳实验室泄露理论的文章 但是都被拒绝了 说大使馆最近给美国媒体写了一些文章 解释中国的立场并澄清事实 但都被拒绝发稿 你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别人 却不给他们辩护的机会 这就是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世卫组织应急计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在周三表示 他对于中国对实验室泄密假设的立场难以理解 但他说非常愿意与我们的中国同事接触 以了解他们这种说法的确切含义 他们说目前的情况是 关于病毒来源的所有假设还都在讨论中 根据目前的分析 有些假设比其他假设更有可能 但所有这些假设都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调查 我们将去看看所有这些线索 会让世卫组织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一期突发新闻 卡布尔国际机场外发生至少两起爆炸 已造成至少十三人死亡 其中包括美军 并有数十人受伤 此时距离美军撤离不到一周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表示 我们可以确认一些美国军人在今天卡布尔机场复杂袭击中丧生 其他一些人正在接受治疗 我们还知道一些阿富汗人成为了这一次令人发指的攻击的受害者 美军的死亡将极大提高拜登总统的压力 他必须决定是否坚持在八月三十一日最后期限内 让所有美军撤离 并解释为什么美国似乎对阿富汗政府的突然崩溃 措手不及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科比表示这一次爆炸是十分复杂的 但是没有提供详细细节 这是在美国和北约官员警告其公民必往前往机场后发生的 美国官员表示 现在离开卡布尔的航班已被暂时停止 塔利班指责美国正在指挥由军队主导的卡布尔疏散行动 将大量人群吸引到机场周边 许多分析者表示 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可能是罪回扩手 卡布尔机场的爆炸也发生在拜登总统预定与国家安全团队就阿富汗局势举行会议前后 官员表示 拜登总统在白宫情况简报时停取汇报 与来访的总理贝内特的深夜会晤现在被推迟了 计划与各州州长举行的讨论接受阿富汗难民的虚拟会议也被取消了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声明中表示 正在了解卡布尔的最新进展 并将在今天下午晚些时候主持召开紧急会议 德国总理默克尔因阿富汗局势而取消了计划中的以色列之行 爆炸发生后 欧洲军方官员向国民发出消息表示 必须远离机场 现在情况非常非常危险 当天早些时候 美国和北约盟国已警告他们的公民不要前往 因为有迫在眉睫的袭击风险 拜登总统本周重申了在八月三十一日前撤军的计划 但是呼吁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应拿出应急计划 以备不时之需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黑客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不常招聘说钱普债语的人 因此有些则寻找具备这种与您技能的高薪职位广告 就显得格外醒目 广告的发布者则是位于海南的一家互联网安全初创企业 他们在寻找撰写报告的人 但是根据美国执法部门的说法 初创企业并非那么简单 五月份的联邦起诉书显示 这一家叫做海南鲜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司 是中国神秘的国家安全部控制的幌子公司网络当中的一家 检方表示他们入侵了美国柬埔寨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电脑 寻找敏感政府数据 还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间谍行为 比如获取新泽西一家消防系统的详细资料 这些指控似乎让人们看到中国政府黑客活动越来越活跃 并且在策略上出现了明显转变 间谍机构挣扎破传统界限 从私营部门招募人才 而这个黑客群体也让中国国家网络间谍机器显得更强大 也更复杂 对日益增多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目标而言 同时也更危险 更难以预测 来自纽约时报的文章介绍 中国的新做法借鉴了俄罗斯和伊朗的策略 多年来许多公众和商业目标为此备受困扰 非盈利地缘政治组织 希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的主席表示 微软的前次入侵与中国以往的几率显然策略不同 他们盯上了之前毫无兴趣的组织 并通过勒索软件和其他攻击来利用 在一场草率的攻击和军队重组之后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更多的网络黑客责任 从解放军移交给国家安全部 此后中国的策略就发生了变化 而文章介绍间谍机构和共产党的调查机构混合体 使用了更加复杂的黑客工具 比如被称为临日的安全漏洞 针对公司活动人士和他国政府 黑客活动可以像地方特许精灵一样运作 而专家们表示商业团体通常会按照自己的计划形式 有的时候还会参与商业网络犯罪这一类副业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其中的信息似乎是 我们付钱给你让你朝九晚五为中国国家安全工作 剩下的时间工具和渠道做什么 则完全是自己的事 文章引述去年公布的一份大陪审团起诉书指控 中国西南城市成都的一所电机工程学院的两位前同学 肆意进入外国计算机服务器 窃取信息 从澳大利亚国防承包商那里窃取图纸 起诉书表示 两人都试图敲诈勒索要求支付报酬 否则就将公司原代码放到网上 在这种制度下 中国黑客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 但是FBI并没有抓到过几次 这样的规模导致黑客行动很难被阻止 但是黑客不见得总是掩盖踪迹 有的时候会在网上留下线索 包括特工穿着国家安全制服的结婚照 露出马脚的招聘广告 以及对自己供需的吹嘘等 检方表示 之所以创办海南仙盾 目的是招募人才并作为掩护 让中国官方推背自己不知情 公司常在大学留言板上发布招募广告 并赞助安全网络竞赛等 来自纽约时报的文章介绍 新顿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海南大学图书馆 而电话号码与一位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科学教授号码一致 后者经营着一家网站 付费雇佣对破解密码有想法的学生 而文章引述美国专业人士表示 目前中国国家安全机构的踪迹还是可以找到的 但是中国人也在学习如何更早地隐藏自己 中国各部门的能力参差不齐 现在正在改善 在五年或十年之后情况或许有所不同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社会有关的消息 有网友观察到目前在爱奇艺网站等主要视频搜索结构 也没有办法搜索到赵薇名字旗下的各种影片 此外赵薇主演的《还珠格格》等多部影视剧 在腾讯视频网站所显示的主演名单中赵薇已被出名 但是在《还珠格格》系列中林心如的名字已排在演员第一位 后面分别是范冰冰苏友鹏张铁林周杰 甚至赵敏芬也排上了演员表 但赵薇的名字却不见了 同时腾讯视频也下架了 《还珠格格》一《还珠格格》二《情深深》《雨蒙蒙》 《虎妈》《猫霸》《精华》《烟云》等作品 爱奇艺搜索赵薇关联作品 今有播放员为搜狐视频的《夕阳天使》 而在优酷搜索赵薇时则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果不予显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孟晚舟案的有关情况 据中国驻加大大市官网站消息 在八月二十五日驻加大大使从培武同孟晚舟通电话对他表达慰问 从培武说你被加大任意拘押一千天 我对你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 对于加大的错误行径予以严厉谴责 并说中国政府会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利 任何试图霸凌欺压中国人民的行径都将遭到痛击 而根据大市官网站所公布的消息 从培武还说会继续敦促家方正式自身严重错误 证实有关事件的政治性质 证实中方严厉立场 证实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强大民意 尽快做出将你释放的正确决断 从培武还对孟晚舟说 请你坚定信心保重身体 我们期待你早日安全回家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六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拜登总统表示 美国将为周四在阿富汗发生的袭击事件寻求报复 袭击造成至少十三名美国军人和数十位阿富汗人死亡 拜登总统承诺将继续进行疏散工作 在白宫简报会上 拜登总统表示我们不会原谅 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将追捕你们 让你们付出代价 当时已充满了人道主义和政治危机的情况正在恶化 据白宫顾问表示 拜登总统面对一些立法者要求延长在阿富汗任务的呼吁 但是总统目前计划坚持八月三十一日撤军最后期限 拜登总统说 他已经指示五角大楼应对袭击计划 包括打击ISISK 这是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的资产领导层和设施举措 而五角大楼将周四致命爆炸事件归咎于该组织 同时拜登总统表示 美国的疏散工作将继续进行 尽管当地局势很不稳定 他说即使部队撤离之后 这一努力也不会停止 直到任何想离开的美国人都可以离开 他同时表示 美国将努力撤出阿富汗盟友 但是他也表示很难保证他们都可以撤离 当天早些时候袭击事件引发了共和党立法者的强力批评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表示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应该召集众议院重新开会 听取政府情况介绍 并就阻止撤军立法进行表决 直到每个美国人都离开阿富汗 上万时候白宫方面宣布美国全国降半期已是悼年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计划有关情况 一起来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计划下周再访中国 他将向中国领导人施压 要求他们宣布停止为国际燃煤项目融资 根据一项最新研究 中国政府今年没有资助任何新的外国媒厂或者是投资 这也是二零一三年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首次发生的情况 其中有一位消息是说 美国官员现在希望习近平政府宣布正式停止此类项目 另外一位人士则表示 就其本身而言 中国强调在做出新的承诺之前 履行当前温室气体减排承诺的重要性 据熟悉中国政策制定者想法的人说 中国政府不希望被视为向西方的压力屈服 相反中国一直在努力将自己定位成为以自己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参与者 而根据路透社早些时候的报道 克里将在九月一日至三日期间在中国停留 克里对于天津的访问将标志着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的第三次中国执行 也是克里本人五个月内的第二次访问 克里和他的同行谢振华已经谈了十多次 各自都表示气候问题可以成为美中两国之间潜在合作的领域 克里此行也正值世界各国领导人寻求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联合国成员国寻求旅行二零一五年巴黎协定的有关条款 协定承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两摄氏度以下 同时希望将升温幅度控制在一点五摄氏度 再要为您关注的是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观点文章 文章认为多年以来民族主义时的愤怒常常为中国带来好处 但是现在这可能正在改变 文章开篇说中国有一个管理愤怒的问题 至少在处理于中小型西方民主国家时是如此 而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欧盟成员国立陶宛的命运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 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脾气暴躁 北京领导人降低与越国级红线政府的关系 这也并不新鲜 每当外国领导人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时 中国就会例行冻结贸易谈判和官方访问 而去年当澳大利亚要求对疫情来源进行国际调查后 中国则遏制了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和葡萄酒 通常情况下中国的要求既是神秘的也是咄咄逼人的 如果立陶宛允许在维尔牛斯设立一个台北代表处 那么可能会获得部分的缓和 中国一般容忍以台北命名的贸易办事处 因为这些办事处听起来像是地方政府的前哨 但是即使是中国公众一触即发的愤怒 也是让人感到十分熟悉的一种恶果 几乎每周都有网上民族主义者要求在中国抵制某一家企业 或者是要取消被指控伤害中国人自尊心的外国 或者是本地名人的各种职务 被认为是叛徒的中国人的威胁是惊人的普遍 但是来自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 中国的无理现在可能比以前是更大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野心正在改变 中国不再在以贸易为主导的双边关系世界中 这种关系使得它可以在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之间进行博弈 中国希望建立新的国际网络和集团 而中国在其中必须扮演核心角色 因此当中国发脾气时一定要小心了 文章表示使中国形象进一步复杂化的是 中国的民族主义热情越来越展现在远离中国的地方 此前在二零一九年八月 立陶宛指责中国驻维尔牛斯大使馆召集中国公民 破坏支持香港民主人士的抗议活动 几个月后讲中文的游客自豪地拍摄了自己破坏十字山上支持香港标志的行为 十字山是立陶宛被纳粹德国占领后又被苏联占领时的民族独立胜地 这些视频在网上疯传让立陶宛人感到十分震惊 在今年四月克莱佩达的外港扩建工程被革置至少十年 官员早些时候表示中国投资港口的企图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而五月立陶宛的外长宣布退出十七加一 称其具有分裂性不如统一的欧盟有效 国家媒体指责立陶宛为了讨好美国而调薪中国 仿佛小国缺乏自己的意志 许多欧洲驻北京大使馆对于北京的警惕情绪也是有目共睹的 国内政治需要中国在感受到不尊重时表现出强烈的愤怒 但是这实在是一种愚蠢的方式 但是对中国来说被人蔑视被人看不起反而是更糟糕的行为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网信办的最新公告要求取消名人艺人榜单 要严禁呈现互私信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网信办所发布的公告 亲网犯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各地落实有关工作要求围绕着榜单热门话题 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重点环节 深入整治犯圈乱象取得成效 而文件表示现在更要重拳出击解决乱象问题 先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第一是要取消名人艺人榜单 取消所有涉及名人艺人个人或组合的排行榜单 严禁新增或变相上限个人榜单以及产品和功能 第二就是要优化调整排行规则 在音乐作品影视作品等排行中 要降低千道点赞评论等指标权重 增加作品导向以及专业性评价等指标权重 不得设置诱导粉丝打榜的功能 不得设置付费千道或者是充值会员等方式来增加千道次数的功能 第三就是要严管明星经济公司强化网站平台 对于经济公司工作室行为的管理 要对账号注册认证内容发布商业推广危机公关粉丝管理等行为 做出明确规定 对于引发粉丝互私 挖财引战的明星以及其工作室粉丝团和账号 要采取限流禁言关闭等措施 全平台要减少直至取消相关明星的各类发布 第四就是要规范粉丝群体账号 加强对后援团等账号的管理 要求其必须明白经济公司授权或认证才可发布 并尤其负责日常维护和监督 未经授权的个人组织一律不得注册粉丝团 第五是严禁呈现互私信息 及时发现饭圈粉丝互骂 拉财引战造谣攻击等各类有害信息 要从严处置防止舆情生奔 对于发现不及时的网站更要从众处罚 第六是要清理违规群组板块 持续解散以打投姻缘集资控评八卦爆料为主题的粉丝社群 第七是不得诱导粉丝消费 对于明星艺人的专辑或其他作品 在销售环节等不得显示粉丝个人购买量贡献值等数值 不得对粉丝个人购买产品数量和金额进行排行 不得设置任务解锁定制福利 限时PK等刺激粉丝消费的营销活动 第八是要强化节目管理设置 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功能 第九是严控未成年人参与进一步采取措施 而同时还说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从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 来推进犯圈乱象政治工作 要制定西华实施方案 敦促属地网站要切实抓好落实 感谢您收看本期今日华尔街节目 请记得点赞转发订阅今日华尔街及华尔街电视频道加入会员 下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计